第十一集 船一直在走 几个人的三餐都是在行进中吃的 下扬州的好时间尚未过尽 进入四月多日 天更暖和了一些 两岸草木一片薄薄的嫩绿 绿种又有点透明的黄 美得让人心疼 与丰饶的野地相违和的是 河堤上灵星走着几个乞丐 衣衫蓝绿 裤脚掉在脚脖子之上 大人们拄着木棍 勾搂着腰 整个人被贫穷和绝望压迫得毫无生气 除了食物 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们两眼放出光了 而随行的孩子 整个小身体上最亮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眼睛 因为瘦小 眼睛变得更大 每一艘船过去 他们精亮的大眼睛都追着看 小波罗让邵长来 拿来一堆馒头烧饼 见到他们就哈喽一声 用力把食物扔上堤坝 又经过一艘沉船 老夏提醒 前面就是绍博古镇和绍博闸 房屋和村镇陆续出现在河两岸 大大小小的码头多起来 南方的建筑 欢欢欢呼呼呼的倒映在水里 看不清的行人和动物 也在水里走动 仿佛运河里 另有一个人间 按照计划 他们得在绍博镇上 置办一下吉 被足了再去等候过渣 河道悠长 拐个弯 果然看见遥远处一片辽阔的水面 那片大水上密密麻麻 停着无数条船 二徒弟叫了一声 妈呀 这得多久才能过完 小波罗知道 遇到了传说中的状况 从椅子上站起来 很是兴奋 小波闸是运河上的重镇 要害所在 南来北往的船只都经过这里 只是大清国地是南滴北高 此地水位南北落差明显 小波闸只能采用三门两室的方式 分级提水 让船只通行 三道闸门 两个闸室 提起 放下 再提起 再放下 如此反复 扎实又小 一次进不下多少条船 两边的船只 积压的就很多 淡季当天通航 还有可能 草运和水运旺旺旗 或者赶上天汉水位上不来 憋个十天半月都不再画下 老夏说 他在少博等候过渣时 睡了这辈子的第一个女人 没任何问题 等这么久 等这么久 认认真真生个孩子都来得及 积压这么多船 一想到接下来漫长的等待 大家都着急 小波罗不急 既然等待是精行运河的必有之路 为什么不好好感受一下 这个等待呢 他们在少博镇下船 以老夏的经验 这么多船 起码要等四五天 所以嘱咐少长来 备足食物 日用品和水 少长来买了满满一条子东西回来 小波罗和谢平遥 也在镇上逛了一圈 船出发 往更多的船里挤 他们排在最后 如此壮观的场面 小波罗从没见过 威尼斯的西湖里 船也不少 城里的河道中 也穿梭着很多贡多拉 但跟这里没法比 有的平底货船 一支船队 就有二三十条船 船头连接船尾 浩浩荡荡甩甩出去 三丝里地 船的种类也多 曹船 商船 官船 客船 一般的货船 民用的大船小船 有摇鲁的 撑高的 花奖的 张帆的 还有两艘蒸汽动力的小火轮 船的长相也各不相同 有的龙骨高的像个笑话 有的船底平如盘碟 两斤重的鱼甩个尾巴 水花也能溅到船里 有的船舱四周挂满红灯笼 这种船看得小波罗心里直痒痒 听说是寄船 还有凋梁化洞的短途游船 就算堆在船闸前等候 船主也要履行承诺 四周管弦 曹操切切还在演奏 这也成了一景 引得四周船上等待的人 伸长脑袋围观 也有危言的船 不知道舱房里待着的是达官 还是巨骨 或者是显赫人家的小姐 亲眷 总之所有门窗都紧闭 窗帘也遮住 外人窥不见其中的细节 连船上伺候人的丫头 小丝也极少见到走动 整条船沉默地像一座 建在水上的房屋 但这片临时的超大码头 吵闹得要死 每人冷不丁开一次口 说一句话 码头就像一口滚废的大锅 水上生活惯了的人 嗓门都大 隔一条船的距离说话 也得生死历劫地喊 谢平遥坐在船头的主椅子上 觉得前边的吵闹声 真要把运河给烧开了 他们的船随时可能被沸腾的河水 乒乒乓乓地顶起来 小菠萝不让他闲着 让他和少长来帮忙 他要拍照 一会儿在甲板上拍 一会儿跑到船尾拍 一会儿又要爬到桅杆上拍 那样可以把整个停泊的场面拍下来 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拍了个遍 有人看见他像个笨拙的猴子缠在围杆上 远远地向他吆喝吹口哨 他也弄不明白人家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 腾出手来一律送人飞吻 等他忙活完 拍照的激情好得差不多 天也黄昏了 水面上升起连绵的锤烟 整个少博渣笼罩在晚饭的香气里 晚饭后 前方有人喊动了动了 过半个时辰 他们前面的船才开始缓慢地移动 别人动 他们也得跟着动 可刚往前挪了不足三丈 又停下来 视野里的其他船也都停下 扎浅重新成了一片舶船的大码头 老夏健壮跑来告诉船上的众人 困了就可以睡了 下一次再往前挪恐怕得半夜了 那还得观察到官夜心情好 要是心情不好 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次了 小波罗和谢平遥在甲板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喝茶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说了些什么 他们自己说完也都不记得了 四周的船上 有一半点起了灯烛 一半黑着 那些黑着的船头 多半有一两个忽明忽灭的亮光 是船主 水手和乘客们在抽烟 小波罗也在抽烟 想邀请老夏也来一块抽两袋 老夏说他先眯一会儿 半夜还要起来 万一开闸放行 一寸也不能错过 谢平遥转身 他们后面也聚集了几十艘船 跟他们一样 没点灯火的船上 船头也蹲着一两个抽烟的人 夜幕垂帘 天似穷炉 夜空蓝黑 星星明亮 人声沉入水底 掏声跃出河面 耳边是运河水 拍打船弦的轻柔之声 以及船只晃动时 木头损锐挤压摩擦的 细碎之嘎声 偶尔有人咳嗽 早睡的人 打起第一声呼了 说第一声梦话 有人惊呼 某个宝贝东西落水里了 有人偷偷摸摸地 往运河里撒尿 这就是烟火人生 有那么一会儿 谢平遥觉得 自己正在沉入生活的底部 那是种幸福的尘实感 可以不思不动 人被某种洋溢的卑微的温暖怀抱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他想起生活在青江浦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无端地为他们 干预平常的生活而感动 然后困意袭来 他站起身 跟小波罗说了晚安 往自己舱房走 第二天醒来 谢平遥无从判断 夜里他们是否往前挪了若干米 周围还是那些船 要挪也是一起挪 算平移 当然老夏告知还是挪了 快半夜的时候 一夜又积压了几十艘船 后面的队伍越来越长 一千多年来 这个时候都是运河最忙的时候 他在曹运总督部院时 有个老上司跟他说 如果运河是条死水 每年春夏之交 来往的船只穿行水上 摩擦生热 也把河水给煮开了 小波罗又爬上围杆 他为他们的船 被淹没在前后浩荡的大军中 大驾赞叹 太他妈壮观了 全威洛那人 只有我一个人如此幸运 见证了 见证了中国越河的强大 不 不是全威洛那人 而是全意大利人 全欧洲人 这 这什么味啊 石和尿 太阳在东方 雾气继续从水面上升起 一夜间 河里的变尿味 随水汽一起上升 距扎市还很远 水面就开始收缩 仿如一个漏斗 叽叽哀哀的船只 慢慢排成两列 往前挪 行动石还刀 如果只盯着这一件事 那你简直没法忍受 会觉得那不是慢 而是根本就不动 可做的事 反反复复做过了几遍 按也上了三次 到第三天上午 小波罗的好奇和耐心 终于涌进 他第四次上岸 谢平遥跟着他一起 从一条船 跳到另外一条船 直到攀上低岸 大徒弟也跟师父申请 到岸上活动一下 他还记着师父在这个地方 睡过一个女人 但他运气 没师父那么好 因为上了岸 小波罗突然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船渣 竟能慢成这样 河堤上长满矮小的汗芦苇 青草和很多种野花 一条路被无数双脚光亮地踩出来 他们往远处走 越走越高 最高处是三道闸门和两个闸石 在第一道闸门之前 他们看见一头浮卧的大铁牛 通体散发着钢铁的优亮黑光 一个时辰之后 谢平遥一个在船渣直勤的朋友 给他介绍了这头微微仰脸向天 双脚尖利的铁牛 长1.98米 高1.1米 重两吨 继续往前走 站到最高处 整个船渣的构造一目了然 三门两室尽收眼底 当时正赶上一支运砖码的船队准备过渣 该船队有船18艘 漫长的一支队伍 进船渣之前先解散船队 第一道闸门提起后 一艘接一艘进入第一个渣室 闸门嵌在两个大石墩子之间 几十个人光着膀子推动脚盘 油亮的汉珠在绷紧的脊背上滚动 阳光照过来 每个人的身体都在闪闪发光 渣门缓缓地提升起来 一支船队就站满了整个渣室的椅边 全进来后 每艘船靠着渣室墙壁 首尾各有一根粗大的缆绳 把船拴牢在墙壁上 一个个方框里的铁钩子上 固定的同时 第一道闸门放下 第二道闸门开启 第二个闸室的高水位注入建 第一闸室水位升高 把船一点点抬起 等第一闸室的水位和第二闸室持平 船驶出闸室 重新进入了运河 然后编队再次进发 当他们驶出第二闸室 开启的闸门又关上 而身后新的一波船只 已经进入了第一闸室 如此反复 与此同时 南下的船只也寻同样程序 与北上的船只相向而行 在闸门升降之间 在闸室注水水位持平 船只行驶之间 只有查门前指挥员的令旗在挥动 只有推动脚盘的汉子们 旗声的耗子在响 运河上的航船得以上下通行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 徐泽辰 制作 蓝星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看着壮观的响波扎过扎的场景 小波罗砸嘴摇头 感叹不已 大自然的威力不可抗拒 不过是因为没有及时遇到科学合理的人类智慧 如果没有响波扎 他将永远不可能坐船沿运河北上 因为没有船渣有效地调节控制水位 运河只会从高至低一泻千里 成为一条无法北上的单向行驶的河流 在世界别的任何一处 他都没有见过这般智慧的水利工程 他对大其余的年轻人竖起大拇指 大叫Great 因为小波罗的大喊大叫 从指挥室里出来一个头目模样的人 他的本意是让这几个影响公务的人赶紧离开 走近了才发现 那个大个子竟是个洋鬼子 而旁边戴眼镜的中国人似曾相识 他对着谢平遥右手食指上下点了十几个回合 突然说 您不是曹运总督衙门的谢大人吗 正是在下 敢问兄弟尊姓大名 卑职正千山 谢大人可能不记得了 几年前 我曾与秦大人一起陪同谢大人 和两位杨大人 同游淮阳运河 确实有这么回事 但当时陪同的人太多 谢平遥只记得那位秦海秦大人 他们俩聊得甚是投机 与现实的诸多问题极有共识 可惜一别有年 庸庸碌碌的生活再没有联系过 秦海兄他现在何处高就 秦大人去年初就已入狱 至今没有消息 愿闻其详 谢平遥指了指大徒弟 这位兄弟也是自己人 秦海比谢平遥大三岁 与谢平遥相见时 已在邵伯闸布挪窝干了八年 邵伯闸身处要害 南来北往的信息比船还多 一个偏安易于的下层小利 极少有他那样的胸襟和视野 与天下事他都有大见解 所以谢平遥与他聊得契合 人正直又爱指摘石壁 免不了让人不高兴 去年果然被参了一文 说戊须新政破产后 康党分子流窜逃亡 少伯闸早就接到上风命令 严格盘查 确保不让一人漏网 但秦某人顶风作案 盘查不利就罢了 还私受盘缠 委托南下的曹船 把数名康党运抵了杭州 让他们得以转到福建 最后成功逃到日本 包庇康党是大罪 上头宁信弃有 因为你无法证悟 好在最终也没法证实 权且免了杀身之祸 草草过堂下了大狱 说来痛心 长人扼腕啊 谢平尧问 秦海的家眷现在可安好 正千山摇头 顶梁柱没了 妻儿老小 潦倒度日而已 谢平尧听了更难过 掏出前次上岸时 随手装进口袋的灵前 又从小波罗和大徒弟那里借了一些 又托正千山转交亲家老小 世道交理仍威力薄 就一点心意了 正千山谢过 说最近上头有说法 藩局洋人过关 持彼国国旗者 又吉武可优先通关 问谢平尧他们要不要试试 小波罗一听 还有这好事 当然要的 他们回到船上 很快一艘标识 少博曹字养的小船 摇过来 上下例行巡视一番后 停在他们旁边 正千山和两名兵便 跨腰刀立在船上 小波罗记得 随身带着一面 意大利小国旗 可翻遍了行李 也没找到 老夏倒在杂物间里 找到了一面旗子 横着三道 红白蓝 再加上竖着三道 也是红白蓝 像一张彩色的旗盘 看得大家眼韵 去年他在苏州 载过一个洋人 不知哪个国家的 临别送他的纪念物 他随手扔进了杂物间 请派上了用场 谢平遥认不出 是哪国的国旗 小波罗也没见过 他就不记得 哪国的国旗 扑到桌面上 可以下国际象棋 不过有了就好 反正都不认识 没人敢随便质疑 二徒弟 把他挂到了桅杆上 高高地飘在众船之上 正前山抱一抱拳 朗声说 上大人有令 洋人朋友有集物者 优先放行 已是我天朝怀柔远人 有爱诸邦 各位 请随我来 老夏与大徒弟 用高摆船出列 随正前山缓慢前行 尽管吊着的花旗子 挺唬人 所过之处 免不了还是有人都呢 完全可以理解 这样布挪窝 漫无尽头地等 谁都着急 正前山让小波罗 谢平遥都进仓房 门头发财的事 别吭声 小波罗把茶具 端进了谢平遥的仓里 聊绍伯扎之后的行程 船晃晃悠悠的走 正说着 二徒弟敲门 红着脸近 拿一张纸 想请小波罗和谢平遥 分别用意大利语和英语 把这一传人的名字写出来 二徒弟念过两年私塾 读过几本书 会写一些汉字 为了生计 父母把他从学堂里拽出来 交给了现在的师父 他对弯弯绕绕的外国子 一直很好奇 谢平遥想 怪不得看书和聊天的时候 经常看到二徒弟往这边凑 只是凑 但不靠近 他还以为是老夏对洋人不放心 派二徒弟有事没事盯着 二徒弟把师父 大师兄和自己的学名告诉他们俩 然后就搓着手 腼腆地站在一边 等他们一一用洋文写出来 平常谢平遥都听老夏和大徒弟叫他小轮子 他说那是他的小名 学名周易燕 北宋大词人周邦燕你们知道吧 我跟他就差一个字 要是你跟他一个字都不差的话 会如何 我会跟他写的一样好 可惜爹娘不让我读了 船猛的一阵 通的一声 打断了谢平遥的回忆 接着他就听到短袖汉山的声音 这该是杨大人的船吧 谢平遥推开门出来 果然看见短袖汉山两脚分离 抱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 因为甲板比较高 一光之下 短袖汉山像威武的铁人更显高大 他们的船停下来 郑千山的小船也停下来 小轮子赶紧出门 去看在船尾称高的师父 阁下有何指教 没什么指教 就想问问 为什么别人必须三天五天地等 杨大人坐到船上就可以优先放行 这是上大人的命令 已是我天朝上国汇集四夷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上大人下大人 我只问规矩 以为给洋人做奴才 他就成了洋奴才了 屁 还是吐奴才 一名刀鞭腰刀抽出了一半 郑千山摁住了 周围船上的人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他让小船推到谢平遥的船边 跳上船对短袖汉山说 兄弟 既不说话 郑千山把短袖汉山带到了谢平遥的舱房里 说有什么想法 洋人的时间值钱 咱们中国人的时间就不值钱了 洋人可以优先通行 咱们中国人就得点灯熬游的等 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 我就想看看洋人能怎样 我要是不答应你呢 大人看着办 除非大人现在一刀捅死我 要不然这近千条船上的老大们 每个人喊一声 我确信能把这船闸给震塌了 这时老夏爷挤进房间 对短袖汉山抱抱拳道 这位兄弟是打算盯上我们了 现在不过是盯上 没余地了 没有 好 现在你就给我闭嘴 跟在这船后面走 有人问 就说是迪马克先生的货 郑千山没再瞧短袖汉山第二眼 出了舱房 三艘船在空水道里往前走 有人问短袖汉山为什么能插队 他说 兄弟 口风要把好啊 插什么队啊 刚谈了笔生意 一船的大理石都便宜卖给了杨大人 这是杨大人的货 我们也是杨大人的人了 进闸市之前先搅过杨税 这个由老夏统一搅最后凭杂票结算 收税的公曹还跟老夏开了个玩笑 哎呦老伙计 拉洋人的船啊 十天里不限来回吧 屁 船多得跟下饺子似的 十天里我不跑路单过闸 能一个来回老子就知足了 前一波船刚进闸市 他们轮下一波 等待开闸 进闸市 套好缆绳 随水位升高 等着第二道闸门开 出闸市后 进入运河 前后折腾了一个时辰 正前山的小船 已经驳到了旁边的巷道里 人进了指挥室 小波罗的船 和短绣汉山的船 进闸市时 一个队尾 一个对手 中间倒也相安无事 重新进入运河后 短绣汉山在前面 等着小波罗谈 感谢 感谢就不必了 这事就算完了吧 没完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不是我想怎么样 我想完 北边来的兄弟们不答应啊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可能 还不止曹邦 还有义和泉 义和泉被镇压之后 很多全民在当下混不下去 一路南下了 青江谱 这样的人就有不少 樊掌族 讲华满 走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 徐泽晨 制作 蓝星阁 由独克 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三集 应付了那个短袖汉山的汉子 老夏使徒三人各司其职 转眼领先半个船身 一个船身 短袖汉山的船上 货重 水吃得深 很快被抛在后面 一路急行 快到高游地界 老夏提着锤子 开始在船上各处敲打 中间还突然降了翻停下 他让谢平遥转告小波罗 有点不对 他得检修一下 可能会影响行程 谢平遥和小波罗 对船都外航 念书时一看到集合图形 脑人子都疼 就让老夏放心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速度基本没减 但船老大的锤子声 和身影出现的频率 越来越高 弄得小波罗 也没多少心情看风景 春天来势凶猛 一觉起来 皮肤的感觉就不一样 野地也一天天厚起来 草木碑蕊 很多野花在河两岸开放 杨柳的枝叶也稠密 中午时分的阳光 也经常穿不透 落到地上的影子 如同一团巨大的铁疙的 他在甲板上抽了一袋烟 老夏从他面前经过两次 午饭后 春坤袭来 谢平瑶回到卧舱 准备躺下 咪一会儿 门被二徒弟推开 他没敲就进来了 对不起 谢先生 打扰您休息了 我看您平常喜欢抄书 抄的那些 能不能借我看看 隔壁小菠萝 憨声起伏 谢平瑶没事会用小凯抄点东西 一是喜欢 字上笔尖 无端地就觉得心里更踏实 二也是因为 有些书是从师有处借的 边读边抄 书还回去 还能留下个副本 就是自己的了 想什么时候看 就什么时候看 小轮子想看书 他自然高兴 就到桌上翻掌 拿出一本 严复义的天眼论 1897年12月 天津国文汇编的版本 这本书是他自己的 很喜欢 这些日子闲在船上 断断续续地抄 竟也完整地录出了一本 他决定把原版送给小轮子 难得在船上 遇到个真心爱读书的人 小轮子接过去翻了翻 恭敬地还给谢平遥 谢谢先生 这原版是宝贝 小轮子哪敢接受 如果先生答应 小人能求得 先生笔录的那一份 就欢天喜地了 谢平遥想 这小子倒也知道好歹 以他的经验 读手抄本的确比原书更有感觉 就从床底下找出折叠过的厚厚一打宣纸 给了小轮子 我回去一定装定好 字字句句都读进心里去 小轮子出门时 谢平遥听见老夏咳嗽了一声 问他不干活到处瞎晃什么 小轮子回答 没瞎晃 就是提醒谢先生 修船的时候 要是有点动静 打扰了午休 请谢先生多担待 高油阵不大 但周围水连着水 芦苇成林 肩胛苍苍 运河主道两边 也生长了蓬勃的芦苇和水草 由野鸡野鸭和白鹿穿梭其中 小部罗很想端起枪 打下几只野肺 担心动静太大 前后的船也多 人人又算了 老夏来找谢平遥 还是有点问题 实在不行 可能得找附近的船厂 检修一下 他说了一堆 与船有关的术语 谢平遥在青江浦时 也曾在工人 与外国专家之间 翻来一去 但这些术语 到底指什么 还是不甚了了 老夏说了半天 意思只有一个 进船厂检修 是个大动作 话销不会小 能否请迪马克大人 先将这一段的费用付了 反正这账早晚也得结 也免得他到了船厂捉襟见肘 谢平遥觉得也有道理 跟小波罗做了解释 小波罗一串OK 利索地打开了钱袋子 还跟老夏说 如果该付的费用不够 随时找他 老夏自使也回了一串感谢 他们在高邮镇的码头停下来 听说那里有个姓朱的修船师傅 是高手 大船厂里搞不定的疑难杂症 他都能解决 天越来越长 下船那会儿据晚饭还早 谢平遥带小波罗去镇上逛逛 老夏和大徒弟去请朱师傅 少常来和小轮子留在船上准备晚饭 外地人常去的就那几处 车罗罢 南门大街 镇国寺 平金宴 杨家雾 万家堂 御马头 马鹏湾 铁牛等 开始小波罗还拄着拐杖走 镇国寺 平金宴和御马头看完了 有点累 谢平遥过了两辆人力车 剩下的几个地方坐在车上跑了一遍 到此一游 就这样回到马头天也黑透了 马头上的灯光映在水里和湿漉漉的青石路面上 有种祥和的欢庆气氛 而马头本身却一片喧嚣 买卖的 拉客的 坐在船头喝酒 吃饭 划拳吵架的 孩子哭 女人闹 还有街巷里的烟花女子来船上卖春 热热闹闹 一片繁华的烟火器 谢平遥和小波罗沿着马头找他们的船 从这边的第一艘船找到那边的最后一艘 没有 再找回来 还是没有 他们俩在隐约记得的位置附近打听 说船上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人 一个大嫂说 他从家里来码头看他男人 经过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看见一个人坐在河边 守着一堆行李 和他们描述的那个邵长来有点像 他们俩赶紧去找 果然 邵长来坐在河边 缩着脑袋把自己抱紧 下巴搭在膝盖上 因为恐惧 整个人缩得更小 时刻准备要哭 听见谢平遥叫自己 那一团小黑影子立马站起 哇地哭起来 他们走了 他们把我赶下船 他们 他们把他们扔下不管了 谢平遥一听就明白 他早该想到会出这事 越往北走 风险越大 他们担心一和拳 就因为我 就因为你 他们一辈子就争一条船 船有个三长两短 一辈子就什么都没了 他们这么说 老夏说 真是对不起 他少有老夏有小 不能不谨慎行事 大独弟说 他得跟师父回去 师父答应他这趟回去 就给他娶个媳妇 那个小轮子呢 小轮子 一会儿感谢 一会儿对不起 一会儿对不起 一会儿又感谢 他说 他会记着两位大人的 有机会 他要谢谢两位大人 给他的礼物 修谢极可意大利域的命子 算什么礼物 早知道他们要走 真送他个襄阳的溜了 对了 烟袋 老夏说 宋迪马克大人 他的烟袋 就算赔罪了 三个人在黑暗的运河边 坐下来 吹面不寒 杨柳风 找不到来源的光 在水面上闪 偶尔有鱼冒一下脑袋 水面上一个个圈 就在浪头里 折来叠去 小波罗用老夏的长烟袋 点了一袋烟 深吸一口 慢慢吐出来 哇 突然有个感觉 一个 古老的中国 就是这春后的烙烟袋的味儿 这尼古丁 这烙烟袋 像 是真像 就是这害呀 也真是有害 此刻 谢平遥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今天晚上的住处 二是如何再顾到一艘可靠的船 烟筹完 三个人往镇上走 先找了家馆子吃晚饭 小波罗要了一大份米酒 三人分了喝 他又让少长来 用人家的造具做一个小炒肉 三个人嘶嘶啦啦饱餐了一顿 然后找到店老板推荐的 仙克莱客栈 要了三间房 收拾停当 小波罗坐下来准备记日记 发现牛皮封面的记事本不见了 他敲响谢平遥和少长来的房门 问他们是不是行李拿错了 两人把各自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 没有 小波罗脑门上开始冒汗 他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不宜世人的东西 比小波罗更着急的是少长来 从船上被赶下来 小波罗的行李一直跟他在一起 少长来额头的汗汇聚到一起 从鼻尖上低落下来 小轮子 对 小轮子 他说 谢大人的礼物很珍贵 迪马克大人的礼物也很珍贵 莫非 就是那个记事本 小波罗对着虚空中看不见的一张脸 点点头 必是小轮子无疑 他藏着掖着 在最不可能丢的时候丢了 防不胜防 他在心里叹口气 人生就是一场他妈的结果前定的赌博 你怎么预设 谋划 一心想撞上好运气 都可能白搭 这是命 要不要追回来 小波罗摆摆手 这是命 也好 新生活开始了 可是要找的那个人在哪里 第十届 他一行人北上的旅程在高游被迫暂停 在他们重新启程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一百二十年后的山东济宁 一个在运河上跑了一辈子的船老大的故事 多年跑船养成的坏习惯 让邵炳一停下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甚至会感到手足无措 他现在就赤脚蹲在船头抽烟 脱烟时他会努力挺直脖子 这也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邵炳一干瘦的背后 夕阳落尽 吸半天大血液的几笔晚霞 沉出了天空更广大的寂寥 邵炳一整个人也因此有了一个油亮逆光的黑褐色轮廓 像一只年迈的卢瓷 码头里的波浪拍打船帮 发出细碎的西别之声 两天以后 这个码头他就不再来了 哎 成了别人家的码头 我就不能再蹲了 岸上有个穿风衣的姑娘 对邵炳一挥挥手 邵炳一还没回过神来 他的快门已经摁下 早上也是这样 邵炳一插着腰站在船头发懵 起床后他就没找找北 就是这个穿风衣的姑娘对他挥挥手 他扭头看他 他摁了快门 找完了他又挥挥手表示感谢 骑上自行车往南走了 这一次穿风衣的姑娘摁完快门 没有挥手之谢 而是继续摆弄他的相机 邵炳一蹲着没动 又续上一根巴洗烟 穿风衣的姑娘至少拍了二十张 站着拍 蹲着拍 弯着腰拍 架在自行车座上拍 往前走几步拍 朝后退几步拍 靠近水边时 脚堤大滑差点掉进云河里 一根烟抽完 照片拍好了 这时女儿的声音也从船舱里传出来 爸 爸你怎么还在外头 进来帮忙啊 嗯 妈 爸这是中了哪门子血 一天到晚魂不守舍 弟弟后天结婚 一堆事等着操办 他这个当家的成了美食人 还没到时候呢 你等着吧 京迟婚事办完呢 他不怕船舵上哭 这事不算完 我就说我爸偏心 当年我出门子 我还以为他欢喜我家个好人家 原来是高兴闺女 终于到别人家吃饭了 弟弟结了婚 还是自家人 生了娃也心生 就把我爸弄成这样 哼 你爸啥样你不知道 他是舍不得这船 堵住嘴 邵炳义的女儿 对母亲吐吐舌头 手下的活一点没耽误 她就是想让父亲换个脑子 别说父亲不舍 就她 嫁出去七八年 心下也难过 船是他们水上的家 娘俩在船舱里 收拾少兴池的昏床 段子筹面 老棉花被子 一床红 一床绿 北面上 腾龙启风 交井成祥 大红的绣花床单 少兵一决意 朝传民昏房的最高标准里弄 别人家有什么 这条船上就得有什么 墙纸 吊顶 地板 全是新的 能放进来的家具和家电 也都是新的 儿子少兴池和准儿媳 都觉得浪费 就住一晚上 犯得着这么大动静 少兵一却两眼一瞪 半个晚上也得是一辈子的排场 其实就是半个晚上 上半夜喝酒闹洞房 等亲戚朋友都累了 新人入洞房 就只剩后半夜了 第二天还得早起 传上人家的规矩 婚后第一天 你要懒 那可不是个好兆头 起床后 收拾停当 该进的离书 该行的仪式 第一次门槛怎么跨 第一顿饭怎么吃 演出一样 全走过一遍 少兴池两口子 就搬到岸上的新房里了 也是洞房 装修一新 幸福天河小区三号楼三零六房间 一百二十四平米的三居室 搬家的车都约好了 半个晚上也是少兵一蛮横的定下的 这个家他说一不二 但他极少如此粗暴地对少兴池下指示 就这么办 没二话 婚礼必须在船上办 船民就要按船民的规矩走 船都卖了 谁还是船民啊 老子在船上一天 就一天是船民 你就一天还是船民的儿子 问题是那天咱们家的船已经过户了呀 这事不归你操心 少兵一跟买家谈 推迟几天交船 不答应这船不卖了 这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要不是因为儿子和朋友投资合办一家修船厂 紧急要钱 而这条船是最值钱的家的 他才不会卖 要在平常 匆匆融融地买 少说也高出个一二十万 答应卖船揪了他一个多月的心 期间还不知炒了多少轮价 有一次 老婆给少兵一揉着背 两人就呛起火来了 哎呀 不卖哪来钱呢 不卖谁跟你跑船 六十岁的人了 还当自己是小伙子呢 六十岁怎么了 咱家的天星号 跑得不比谁的快 哎哟 你轻点 就因为少兵一斜了老婆一眼 老婆这手上就加了点力 少兵一叫起来 他现在全身所有关节都经不起案 因为风湿病 身体里的任何两块骨头 多年前就开始貌合神离 有点风吹草动就酸痛 结婚三十四年 老婆完全无师自通 成了他最可靠的保健医生 一指头的力都受不住 还怎么了 老婆说着 手上又回到专业医生 也无法领会的力道 这个分寸 只有三十多年 耳瓶丝膜方成就的出来 你说怎么了 儿子要真不在船上 你拿放大镜搜搜这一千里运河 有咱们这样六十多岁的老两口 上蹿下跳的跑的吗 你拿什么跑啊 天使 兵衣不吭声了 身体的事得认 身体的事就是年龄的事 也得认 往上一点 对 两寸 这会儿功夫 正在一旁吃着饭的儿子 绍兴池也插话进来了 我才懒得操这个心呢 我操心的是结婚 这个也不用你操心 都给你置办好 你的任务 就是穿上西装皮鞋 打好领带 把我跟你妈的儿媳妇 娶进家门 爸 家在岸上 幸福天河小区三号楼三零六 不 架在这条船上 你生的船上 睁开眼看见的是船 不是什么小区几号楼 爸 你能不能与时俱进一下呢 你爸 我还不够与时俱进 这辈子我换过多少条船 你知道吗 一条比一条大 一条比一条快 一条比一条先进 我还不够与时俱进 别给我来这套 跟他在船上生活的二十多年里一样 绍兴迟觉得 自己从来就没能跟父亲 达成过一次共识 他放下吃了一半的米饭 站起身往外走 他从来没和父亲达成过共识 他也从来没有彻底反抗过父亲 这一次他决定试一试 很快我就会和父亲一样 成为一家之主了 跨过舱门时 绍兴迟游移了一秒 因为除了他的脚步声 周围一片静寂 运河的水声都被不速而至的冒犯 屏蔽掉了 那一秒足够他头脑中 闪现一个详实完整的画面 父亲绍兵一的筷子 停在宋王嘴巴的半路上 但他依然低眉垂眼 他在等待 他在给不孝之子绍兴迟一个机会 母亲则保持了一个僵硬的端碗造型 因为两眼突然瞪大 脑门上挤满了抬头纹 这个与父亲相守了一辈子的女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 绍兴迟听见天灵盖上 明晃晃的响一声 头皮瞬间发紧 他觉得抬右脚跨过门槛 用了前所未有的气力 如同将右腿从泥潭里生生拔出来 母亲终于回过身来 兴迟 筷子猛然被绍丙一拍打在怀目老饭桌上 这筷子是绍兴迟高祖的遗产之一 那一年 高祖买下邵家的第一条船 亲自置办了船上所有用具 包括这张怀目饭桌 一个多世纪的水上流离颠沛 坚硬的怀目早已经被运河的水汽 派避派避派了一百多年 也终于占领了桌面以下的所有部位 父亲的声音同时响起 回来 烧星石心跳突然换了个频率 但就一下两下 他咽了一口唾沫 随后正常 他跳下船 他不知道在他走后发生过什么 要不我去叫他回来 算了 邵炳一悠悠地说了一声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跑船的人只有歇下来才会喝酒 他喝上一口端着没放下 再喝上一口 又喝上一口 一杯见底了 邵炳一放下酒杯 母亲做好了酒杯敦碎的打算 但邵炳一对老婆笑笑 手下酒杯落得轻盈 这小子长大了 儿子真是长大了 到傍晚 邵星石巴达着嘴回到船上 一个下午抽了两包泰山 嘴都骂了 他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拜太过分了 习句话都听不进去 有他过分还能过分几年 一辈子在运河里跑 船就是他的家 船就是他的命 他已经答应把家和命 都卖掉了给你创业 一个体体面面的告别仪式 你还不能给他 姐 我换了两包烟的时间 已经想明白了 我在船上也长了二十多年了 我都懂 我就是跟你说说 上了船 邵星池就闻到 红烧连鱼的香味 他最爱吃的菜 船舱里灯开着 父亲烧饼翼 冲门坐在饭桌前 饭菜都摆好了 红烧连鱼放在最中间 爸 我回来了 你们先吃就是了 刚上桌 儿子满月存心那瓶酒拿来 我跟星池喝两杯 一天喝两顿呢 两顿 那顿饭吃得相当好 像三个互相感恩的人终于见面 谁都不说一个谢字 但公愁晚叠之间 怎一个谢字了得 酒杯端起又放下 那顿饭吃过两个月零六天了 明天帮忙的船来 后天兴师婚礼 一晃儿子都成家立业了 一晃六十年过去了 怎么就一天天走过了六十年 人哪 怎么还不进来呀 难道让我一个人 想新媳妇拜公婆时 我们到底该送什么礼物 来了 除了空荡荡的感叹时光流逝 像炉瓷一样 蹲在船头的邵炳仪 说不出更深刻的东西来 邵炳仪站起来 穿风衣的姑娘已经走了 薄雾在水上飘荡 光线还有些暗淡 但天已经亮了 穿风衣的姑娘走后 邵炳仪自己一个人 又在船头待了一会儿 先是拴在船尾的黑豹 一阵狂吠 这是有船来了 这条护船的黑狗 是绍兴驰养大的 耳朵和鼻子里像装了雷达 任何一点意外 它都会迅速做出反应 在水路上 一条豪狗 抵得上两个忠诚的壮汉 反正黑豹到了船上 邵炳仪没丢过一件货 连块煤渣都没落到过陌生人手里 黑豹一岁刚过 就被绍兴驰训出了生物中 每天晚上十点和凌晨三点 它都会准点醒来 独自绕船 巡逻上一圈 它有超强的平衡能力 以虎口宽的船边上 可以箭步如飞 可是绍兴驰还是坚持要上岸 当时他是这么跟绍兵驰说的 爸爸 水运多苦我都能受 上了岸我也不习惯 老学的脚底下晃晃悠悠的 反倒是水上 结实 安稳 可今非昔比辣 货运的指标是载重和速度 是效率 跟陆地上的货运驴 我们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也只会越来越慢 河窗在涨 河面在落 我们的船只能越来越小 一看到岸上的汽车火车越跑越快 我就有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他们在往前跑 而我们在往后退 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车的世界 看上去一起往前走 实际上在背道而驰 我还年轻 我不想有一天船小的慢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上岸 那时候 你儿子可能除了运落 什么也做不了了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十五集 烧星持一番与时俱进的话 让他爸爸邵炳一很不舒服 这辈子 邵炳一只会做一件事 但跑船这件事 在儿子看来 早晚都是在拖这个世界的后腿 他在做一件越做越错的事 他当然不认同 火箭持溜一下上了天 高铁也可以越跑越快 但人还得用两条腿走 再慢 你也不能把两条腿砍了 改装风火轮呢 但邵炳一也不得不承认 跟他第一次看见船石 跟他第一次跟父亲跑船 跟他第一次独当一面 称为船老大势笔 作为一个内陆河水运的船主 吃船上饭的跑船人 荣誉感和成就感 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 生意越来越小 货物越来越低端 利润越来越少 过去米面 蔬菜 钢筋 水泥混凝土 各类家电家具都运 现在 乘接的货单只有木材 煤炭 砖石 和沙子了 船上的装备是越来越好了 人也还是那个人 尸骨耐劳敬业 但世界他妈的变了 黑豹叫过 有人声响起 是亲朋好友的船陆续到了 烧饼一出来 跟各位船老大大招呼 感谢兄弟朋友的帮衬 老规矩 水上人家的大事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这个忙只帮一两天 要赶上谁家孕妇 在船上生孩子 预产期前一两个月 就得有船相伴着走 以免孩子突然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 旁边船上的女人 就得紧急充当接生婆 五条船分别停靠在天星号两侧 然后船与船之间铺上踏板 以便互相自由串门 烧饼一的天星号是荤船 左边两条和右边两条 左九席宴客用 左边第三条做厨房 锅碗瓢盆 蒸竹炒盾都在那里 还有一条船 明天一早会厚在新娘子化妆的美容室附近 化好妆就载着新娘子 在运河里慢悠悠地转上三四个小时 中午时分赶到天星号即可 水上远驾 这也是规矩 船到位了 各家主动忙活起来 支凉棚的支凉棚 摆桌椅的摆桌椅 大台子的大台子 戏台给乐队用 明天会有两支乐队来天席 一支迷乐队 一支西洋乐队 船都是几百吨级的大家伙 稍微收拾一下 场面就足够大 这次的场面必须大 我们邵家的婚礼就讲究一个体面 我邵炳毅可不做口搜猥琐的事 如果不出意外 这将是邵家作为传民的最后一次婚礼 邵炳毅也想借此来表示自己对得起祖宗 各就各位 管自己的一摊子事 早饭过后 邵炳毅和邵星池的第一药物是去上坟 把喜讯汇报给仙人 下船之前 先在船头烧香拜了龙王 菩萨和其他各路神仙 三十多年前邵炳毅结婚 七年前邵炳毅的女儿出嫁 上坟之前都要走这个仪式 爷俩提着石栏 烧纸和一串鞭炮上了岸 遇上穿风衣的姑娘 又在对着连在一起的几条船拍照 今天她穿一件夹克 里面一件雪白的衬衣 稍微烫过一些大卷卷的长发 随意的扎在一起 这姑娘是二十七八岁 也许大一点 也可能再小一点 邵炳毅对女人年龄 向来没有判断力 夹克姑娘圆脸 眉目清朗 唇线尤其饱满跌倒 但肯定没用口红 一米七的大高个 人也清朗 一看就是个干练有主意的人 而且邵炳毅面对陌生女人 本来就有种与生俱来的难为情 又在儿子面前 更跟逃难一般紧张 嗨 谢谢您让我拍照 没事 随便拍 这么大的排场 你们这是要 我明天结婚 恭喜恭喜 我就说准有喜事 不好意思 我可以拍一些婚礼的照片吗 邵炳毅看着儿子 他不是不敢做主 而是已经请了婚庆公司 据说全城有专人录像 他不能再把业务随便许给别人 对不起 我没说清楚 我的职业就是画画和摄影 这段时间严运和上下走动 只拍感兴趣的题材 不是做生意 是创作 艺术家 谢谢 就是做一点喜欢的事 那没事 随便拍 对 不设计隐私就行 当然 也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你们可以当不存在 贾克姑娘很高兴 他们答应了 但她又有了新的想法 同时为自己的得寸进尺 感到惭愧 那个 不好意思 我还想问一下 你们 你们这个技组 我也可以拍吗 烧纸上粉有什么好拍的 邵秉义的口气有点凉 技组 这应该算隐私了吧 但儿子邵星驰 突然来了兴趣 可以啊 但是 绝不设计隐私 我只远远地拍 我看过电视里头演的 墓碑上的字 总是被拍得老大老大了 你可别拍背上那些字 邵星驰这时 已经发动了摩托车 邵秉义拎着两个篮子 坐在后座上 夹克姑娘也骑上自行车 这个您放心 我只拍远景 我要的不只是人的肖像 我还要拍出人物的故事了 刚才夹克姑娘一闪念见 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固然要拍一场传民的婚礼 但她更要拍一段传民的生活 拍出他们在静止的影像中 流动的故事 邵星驰放满车速 以便她能跟上 姐 我被你创作完后 是不是就能成名人了 我自己都没成名人呢 那我们就一起当名人啊 墓地距码头不远 半小时车程 沙石路边的一块荒地里 大小不一立着几座坟 每座坟前都有两棵树 枝叶微锐 风从旷野里吹过来 所有叶子都拍起巴掌 他们停下车 烧饼一爷俩进了墓地 夹克姑娘自觉留在路边 一是她不会看墓碑上的字 当然也是掩耳盗铃 倘若她真好奇 调一下胶 墓碑下爬动的一只蚂蚁 她都看得清清楚楚 她信守诺言 只拍远景 半个世纪前 这里是一片无主之地 茅草高过头顶 地上布满石头 邵秉义的祖父 带着邵秉义的父亲 把她的曾祖父 葬在了这里 墓碑上刻着死亡时间 1948年4月初8日 死者邵常来 那一天早上 济宁邵家的第一位祖贤 邵常来老大人醒来 照常要在床檐上 坐上一袋烟功夫 再下地 两袋烟也该抽完了 老大人还没有下床 儿子进屋去看 发现父亲坐在床上 已经咽了气 父亲南方人的小个子 在死前挺得直直的 跑船人的规矩 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 那时候 邵家也早已经在济宁落了户 在邵家最年轻一代的邵星驰看来 有故事可讲的祖宗里 高祖父最传奇 我高祖父 一个四川挑夫 跑到杭州武林门码头当脚夫 据说还跟着一个洋鬼子 沿大运河从南到北 一直走到京城 问题是高祖父在船上干的是厨子 挑夫 厨子 和水手 爸 我高祖他会说外国话吗 会个屁 听你爷爷说 到老了 他说话全串了味 四川话 浙江话 和山东话 掺在一块 可能还有别地方的方言 只有说梦话 你才能搞清楚他是哪里人 纯正的四川话 少家落脚几宁 纯属意外 少常来从北京南下 又回了杭州 脚夫不做了 厨子也不算他最拿手的 就一句一条水路走到底 老子去过北京城 一下子成了跑长途的抢手货 那时候除了个别官船和商船 能经行两头跑的只有曹船 江南的船一口气 炸到青江浦的都不多 能到济宁的更少 再往北 算了 还是回去吧 少常来的北方水上经验 花钱也买不来 跑长途的船主 争着抢着雇佣他 开始还兼做厨子和杂物 越往后身价也抬上去了 少常来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 主体工作就是陪船主聊天 出谋划策 相当于船上的师爷 为此 少常来蓄起了山羊胡子 端起了水烟袋 可惜现在不能给你看照片了 我爸当宝贝收着呢 照片里我高祖父已经老了 头顶刮皮帽 戴着一副圆框眼镜 我爸知道好多 关于高祖父的事呢 我知道的 也都是听我爷爷说的 您方便说说吗 当年 高祖他跟一条船往北走 到山东境内 反客为主 把船变成自己的了 因为那船主好赌 一路上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同行的另一条商船上 跟那条船的船主 喝几个难来的商人推牌酒 裤衩都输掉了 最后 只剩下一条船 他舍不得 直接把船抵押给同行的船主 怕送出去 再也收不回来 就找你高祖父 那时候 你高祖父手里 还是还有一些钱的 是据了多年的跑船酬金 其实 这一点 邵炳义并没有说对 邵常来手里 除了跑船酬金外 还有小波罗病逝后 分道的钱 但在邵炳义年轻的时候 与外国人的交往 早已经是忌讳 祖宗跟洋鬼子有交情 也不行 所以 他从来没和别人说起过 反正 你高祖父有不少钱 船主打了个很大的折扣 把船敌给你高祖父了 他觉得一旦咸鱼翻身 从你高祖父手里 赎回来 更容易 原来的船主 抵押了船 还过赌债 搭船回江南 去卧薪尝胆了 过了徐州 邵长来成了老板 此行终点是济宁 卸完货 邵长来潜散水手 他决定留下来 他把船停靠进码头 开始招募当地水手 联系新的货运业务 同时 给远在杭州的妻儿发电报 务必火速收拾 举家北上 邵长来不想再回杭州 他担心 前船主筹到赎金 把船再赎回去 这个价 他到哪里都买不到这样的船 事情都做完了 他在甲板上躺下来 头顶上是蓝莹莹的天 白云朵朵 他想起多年前跟随小波罗 第一次来到济宁 那时候狂风暴雨 电闪雷鸣 如果那个雨夜没钻出来三个河道 小波罗就不会死 小波罗不死 我又会变成啥样呢 邵长来从怀里掏出那个罗盘 从站在武林门码头等活的时候开始 他就想有一条自己的船了 现在有了 他想起了意大利人小波罗 也就是保罗 迪马克先生 罗盘闪耀着金灿灿的光 邵长来不知道是天上的大太阳照的 还是泪水晃花了他的眼 自邵公常来时 济宁邵家的传民生涯开篇了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十六集 说完了高祖邵长来的故事 又敬了鸡鱼肉蛋 点心和酒 烧过纸钱 放了报喜的鞭炮 邵炳一 邵星池父子 给祖先们磕头 贾克姑娘在路边调整焦距和取景框 她要把这一组传民上坟图拍好 突然听见 跪下来的邵炳一嚎啕大哭 她放下相机 邵星池也没料到 父亲跪下来后会如此悲痛 她在他身后抬起头 看见父亲撅着屁股 脑门捣钻一样磕在石头 泥土和野草上 她能理解一个老同志面对祖宗的悲伤 她站起来拍打膝盖上的尘土 点上一根中南海烟 等着父亲的哭声结束 一根烟抽完了 父亲还跪在祖父的坟前不起来 屁股撅得更高了 父亲哭得如此悲伤和投入 似乎耗费了半个身体的精力 他的左胳膊放在地上 脑袋支在胳膊上 整个人歪倒在那里 爸 差不多就行了 起来吧 爸 你怎么了 我先把你扶起来 少兴池走过去 抓住父亲右胳膊 要把他扶起来 少兵池甩脱他的手 不用 让我再哭一会儿 第二根烟抽完了 少兵池还在哭 少兴池烦了 爸 还有完没完了 少家祖船的事业 到我手里 断了香火 你还不让我多哭一会儿 作为少家跑船的终结者 那我的罪喜不更大了 你爸还没那么不同情理 就是想起来追心 舍不下 咱们家跑了一百多年船 运和尚 运和尚生生 运和尚死 活起来的 一个个熬成一把老骨头 你知道这和尚 百年里有多少少家的冤魂 少兵池绕着两座矮一点 没立碑的小坟转了一圈 决定给平辈的兄弟和晚辈的孩子 也磕一个头 那两座无碑坟 一座是少兵池的哥哥 思贤 一个是少兴池的哥哥 臭臭 逆亡的时候五岁 还没来得及取大名 那会儿还没有少兴池 少兹贤 死于血腥虫病 又叫大肚子病 享年二十二岁 那时候一切公有 他们家的船 被编入县水上运输队 挂二十三号牌 他们去南方 来回差不多三个月 那段时间 少兹贤感冒 没好利索 又在卸货时 淋了一场雨 咳嗽和肺炎 跟着起来了 穿上医药简单 久治不愈 正好赶上行经的河段 生长茂盛的水葫芦 运河水质极差 而他们饮用的 只能是运河水 就感染了血腥虫病 回程紧赶慢赶 刚过徐州 少兹贤就不行了 死在微山湖上 我哥的死 就是水葫芦造的孽呀 这些年以来 为了少看一眼水葫芦 南方能不去我就不去 我心痛啊 烧星池到网上百度过这种父亲讨厌的水生植物 为了给猪提供青丝料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特地从巴西引进水葫芦 比它好养活的东西真不多 往水里一扔 它就能像革命一样蓬勃发展 一天一个样 所以当时还有个中世俗名叫革命草 臭臭死的时候才五岁三个月零七天大 当时邵炳毅已经把西张木头船换成铁船 该用大功率的柴油机做牵引 他们的船装了半船玉米 半船小麦 穿行在洛马湖里 岸上有人搬家 远到的亲友来和乔迁之喜 一挂边接着一挂边发 臭臭从厨房里出来看热闹 邵炳毅在开船 老婆在厨房做饭 说好了看两眼就回去吃西瓜 一个菜炒好了也没回去 寒也不应 邵炳毅老婆就慌了 拎着锅铲出来找 整条船上哪还有臭臭的影子 邵炳毅赶紧停船 附近的陌生船也都停下 能下水的都跳进洛马湖里找 从中午一直打捞到半夜 一无所获 两口子后半夜一直抱头痛哭 船停在原地没动 怕走远了不知道孩子在哪儿丢的 此日清早 旁边船上的人喊浮上来了 臭臭肚皮朝下 飘在远处水气阴晕的湖面上 因为赶时间交火 邵炳毅一把臭臭就近埋在洛马湖边 下一趟砖程过来 空船上背一口小棺材 装足冰块 把臭臭带回到济宁 重新葬在邵家的墓地里 船上的孩子小时候都穿一种龙头带子 像马甲穿在身上 没衣袖 后面脱根绳子 拴在某个铁环上 以防小孩掉进水里 臭臭答应妈妈看两眼就回来 还要吃瓜呢 哪用龙头带子 就疏忽那一下 臭臭没了 臭臭之后是绍兴池姐姐和绍兴池 他们俩龙头带子一直拴到十岁 上船了必须拴 尿尿都得在腰上吸根绳子 烧饼衣磕完头 让绍兴池也磕一个 臭臭也磕 多大的都是你哥 跟他们都说一声 少家的船不跑了 爸 是跑不动了 你爷爷临死前 非要我去把船捡修一遍 我说头年刚捡过 绕太平洋跑两圈都没问题 你爷爷不点头 非让捡 你不能跟要死的人较劲 我就把船上的大师傅请来 师傅跟我说 你爹哪是让你捡船 是怕你半道上把船扔了 跟老人家保个证就行了 管用 我跟你爷爷说 爹 放心 喝干了 我也让船在 爷爷就放心的死了 你爷爷突然坐起来 说那我喝杯酒再死 我给他倒了一杯粮食烧酒 你爷爷喝完了躺下 才满意的合上眼 回光返照啊 行了吧 我磕 不管什么原因 是几股船花到我手里 咱家的船才没的 给谁道歉都应该 烧兴池腐败在地 烧炳一弓着风湿病严重的腰和脖子 站在旁边 像一只准备抓鱼的炉瓷 背景辽阔 大野苍茫 拍照的姑娘 在他们四栋飞动时 及时摁下了快门 六条船上更热闹了 能来的船民都来了 各司其职 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 把明天需要的一切食材 工具 设施和不时之需 全备好 多年的交往 给每个人都精确地定了位 所有人都知道 谁该做什么 谁能做什么 反倒邵炳毅 成了个多余人 一到这种时候 他就犯蒙 三十多年前 他娶媳妇 排场没这么大 人和事也没这么多 但新郎要干的活也不少 但他前两天 像个二流子一样 晃来晃去 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 新娘子的驾传到了 新郎不见了 周围几条船翻了个遍 最后在岸上的老柳树底下 把他抓住了 他穿着一身新衣服 坐在石头上抽烟 像个古怪的看客 七年前嫁女儿也这样 亲家都纳闷 平常脑子挺好使的一人 那天像个傻子 都分不清 哪里该站 哪里不该站 只知道抱着两盒洗烟 见人就地 现在他从自家的船舱里走出来 新房早就被老婆和女儿收拾妥贴 邵兵仪踩着踏板 走到旁边搭好戏台的船上 再从演出船 走到旁边 支着很多张饭桌的船上 继续走 又经过一条船 然后跳上岸 贾客姑娘放下相机跟过来 邵兵仪背着手沿码头走 走一步头点一下 贾客姑娘拍了她的背影 背景是空芒的运河 取景框就裁掉了地面 照片里的邵兵仪像是直接走在水上 邵兵仪突然停下来 她只想回头看一下忙碌的六条船 看到的却是拍照的姑娘 她觉得应该跟拍照的姑娘打个招呼 便说道 我随便拍 贾客姑娘没弄明白 是随便拍她 还是随便拍准备婚礼的场面 我可以拍会儿您吗 我有啥好拍的 我就去看看我的船 船不在那边吗 住家船 说住家船 姑娘就懂了 眼下搞运输的船民 另有住家船的不多 因为岸上都有房 货船停运了 他们就住到岸上的家里 没必要再置一条来住 您岸上没房子 住不惯 浑身比风尸病犯了还难受 走着地儿脚底下都发软 烧饼衣多多小 这条河堤边的人行道 铺着红白相间的地砖 而且家里还有几只鲁瓷 真棒 那我就拍您喝鲁瓷 我就是鲁瓷 贾客姑娘笑了 看来并非只她一人 觉得邵兵衣长得像鲁瓷 从小他们就叫我鲁瓷 水性好 一个猛字扎水底 憋个七八分钟没问题 看见的鱼绝对跑不了 比鲁瓷还拐用 不过那都是年轻时的事了 好汉不提当年有 现在呢 扎下水 骨头疼 再往前走 地砖路就断了 接着的是土路 河边开始生长 丛丛促促的芦苇 两丛芦苇之间 一条住家船拴在岸边的柳树上 运河沿岸这样的住家船 贾客姑娘拍过不少 有一阵子她专门去 李夏河 洪泽湖 洛马湖 南洋湖和威山湖 去拍住家船上的生活 很多是名副其实的住家船 岸上没房子 常年住船上 一切生活都在水上展开 也有个别人家 纯粹是因为岸上买不起 也建不起房子 几口人窝居到船上 上班时出门 下班了回到船上 邵丙一家里 五只卢瓷激紧地蹲在船上 看见邵丙一嘎嘎地叫起来 邵丙一对他们拍拍手 张开双臂 一个大步跳上船 他们飞起来 要落到邵丙一肩膀和手臂上 邵丙一往后躲闪 不能停 不能停 爷我今天穿了新衣服 五只卢瓷像是听懂了一般 就又落到船上 脚脖子上都拴着细码绳 姑娘 你别小看我这几只鸟 吃香喝辣的都指着它们 吃不完的鱼 亲戚朋友一圈送完了 还能卖不少 鱼这么好抓 不必从前了 邵丙一习惯性地 从口袋抹出巴喜 贾客姑娘摇摇头 不抽 她自己点上 过去运河水也不干净 但那是水草啊 死于烂虾子 坏了的脏 现在才真叫脏 各种塑料袋 垃圾 取土 打沙 工业废水 还有机械船漏的油 你看看 从南到北 有哪段运河水 还能逃迷洗菜 过去跑船 要做饭烧茶了 伸手就从河里咬 现在你要看看 喝下去 拉肚子拉死倒在其次 嘴都进不了 那个味儿 你说不出来 成分有多复杂 我儿子说 马上就成化学药剂了 装进瓶子里 熬熬练练 都能做原子弹 鱼少多了 抓上来的 你也未必敢吃 所以啊 我只让卢瓷 在卢尾档附近下水 掌卢尾的地方 水起码还干净点 您继续说 我拍我的 你对着一拍 我就不会说话了 我说到哪了 掌卢尾的地方 水起码干净一点 国外的一些河道就规定 所有的机动船都不许走 不走机动船怎么运输 不能运输的运河 还叫运河 要他干什么呢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 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 北上 作者 徐泽尘 制作 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七集 烧饼衣和贾克姑娘两个人 在运河边上闲聊 聊着聊着 就说到运河的未来 烧饼衣虽然惋惜 运河的水质越来越差 但也不认同 运河不能跑机动船 做运输 这样运河就没有意义 对于这个观点 这位贾克姑娘下意识地 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留着做警官啊 很多地方不都是在做 那个沿河风光带吗 你们文化人的想法 你们天天都在说什么 唤醒运河 我不懂什么叫唤醒啊 跑了一辈子船 我能明白的行 就是睁开眼 下床 该干什么干什么 让一条河醒 就是让这条河 你来我往的动起来 醒了不动 叫醒吗 醒了不动 醒又有什么意义 您的意思是 运河运河 有运才有河 不运 它就是条死水 那您还打算 在这条河上跑多久 邵炳衣如同被迎头 闷了一棍 嘴里只剩下吸烟的声响 他得弄出点动静 才能让自己的心 不那么乱 这一直都是个问题 只有陌生人 才会不讲情面的问出来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跑了 前天回到码头 那是最后一趟 对不起 我就是那么一说 夹克姑娘放下相机 这是他没想到的 为此他有点难为情 烧饼衣一一屁股坐到船上 坐下来才想起 征求夹克姑娘的意见 他说 要不合适拍 就不要拍了 然后习惯性地 把鞋子甩到一边 只要不太冷 在船上 他还是喜欢光着脚 光脚不怕水 又防滑 船民都这样 跑不了了 心有余力不足 行驰 也就是我儿子 要和朋友一起 在岸上开个船场 好几个船老大跟我说过 活不好干了 成了西洋产业 夹克姑娘站在船边 以邵炳毅变形的 光脚压为焦点 视野上移 光脚 新衣服 炉瓷 驻家船 船上的一堆小零嘴 邵炳毅离黑的脸 眉剔干净的胡茶 干裂的嘴唇 歪在嘴角 烟灰低垂 燃烧了一半的巴喜香烟 缠绕着生腾的烟圈 还有她混浊茫然的眼神 不管是自然色 还是处理成黑白两色 都会是一帧好照片 她得让邵炳毅继续说下去 表情自然地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 您开过多少船 多少船 数不清 让我想想啊 果然是个好问题 一想就进去了 烧饼一一双老眼里 放出穿透历史的精光来 大鱼船 小鱼船 缆河泥的船 运粪的船 客船 货船 木头船 水泥船 铁皮船 大集体的时候 我还开过一段时间 公交船 开始是高撑 手摇 脚踩 后来是帆船 然后是帆动力 加上蒸汽动力 烧木炭和汽油 现在完全是柴油机动力 还能发电 水上生活里 您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一个是小时候 跟爹妈跑长途 我负责十只鸭子 天天跟鸭子玩 我跟我爹手工编了两个大鸭笼子 可以放在船上 也可以挂在船帮边 他们可以在笼子里游水 鸭子睡觉是在笼子里 下蛋也在笼子里 我做了一个活动的窝 哪只鸭子要是下蛋了 我就把窝塞进笼子里 为什么养鸭子 鸭子好啊 可以测水流 水温和天时气候 十只鸭子 每天能下七八个蛋 在那个年代 船走到哪儿都不缺鱼齿 还有鸭蛋 真觉得过的是天上日子 我爹会说输我 船一停下 就拍着大腿开江水浒转 把其他船上的大人小孩 都吸引到我家船上 你说那时候我高不高兴 烧兵衣依然十分放松 一脸拉家常的表情 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某一只 如此的羽毛 还有一段是我结婚后 三五年换一次船 我是全县个体运输第一户 电视报纸广播都来采访报道 政府也重视 下了力气扶持我们两口子 结婚时分家 我爹给我们的是 二十五吨木头挂机船 两年后我就换成三十吨的 到一九八四年 我们卖了三十吨的 换成四十二吨的木头挂机船 三年后 换成五十吨的铁船 一九九零年 旧船卖掉 买了七十八吨的铁船 旧船卖了四万二 新船花了八万 钱不够向朋友借了一笔 一九九四年 旧船再换新的 我要了一百吨的铁船内舱机船 十五万 一九九六年 卖掉一百吨的 换成两百吨的铁船 三十五万 二零零三年 换成了二百七十三吨的 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换船 换船有乐趣 跑船人的乐趣 男人的乐趣 二百七十三吨 就现在这条 就这条 差四个月零十六天 十年 那对这条船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抱歉 我做过几年记者 有点职业后遗症 你们文化人 别笑我酸啊 我还真想过这事 这条船 差不多已经是别人的了 晚上我经常睡不着觉 就想啊 舍下一条船就这么难吗 真就这么难 除了跑船 我不会别的 限学也来不及了 离开这条长河 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活得下去 所以我就想啊 人的命 其实不在自己身上 都在别处 我的命 一半在船上 另一半 在这条河上 贾客姑娘觉得 邵炳毅说得真好 她也恍惚觉得 自己的一条命 分在了两处 一处抓着画笔 一处按在相机快门上 五支卢茨 此刻排成一队 站在邵炳毅身边 向五个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邵炳毅挨个去摸他们的脑袋 摸到第三指 贾客姑娘按下快门 手下这时候也完成了 她给照片提了个名字 就叫五支卢茨 和一个老人 邵炳毅在这个间隙 又点上一支烟 船满了以后呢 在水上 剩半条命得当心着用 我跟老婆都说好了 跑一辈子了 哪儿也不去了 就在这条船上 吃睡 睡吃 抓两条鱼 喝二两酒 生在这条河上 活在这条河上 死 也得在这条河上 电话响了 邵炳毅的电话响了 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最简单的那款诺基 他摁了接听键 老婆的声音 雄壮地传出来 喂 又到哪游诗了啊 一到关键时候 你就掉链子 给我死回来 什么事 事多得要用船啦 你儿明天娶媳妇 你知道不 邵炳毅一把手机 拿得离耳朵远点 对贾客姑娘 难为情地贪贪手 哎 忙您的 我到处转转 随便拍 明天婚礼我会再来 好傻 给卢兹喂狗吃的 这就回 两里地外放了三个二踢脚 这边船上就开始热闹 管事的招呼所有人 各就各位 厨师回到锅边 乐队站到台子上 伺候桌椅的一律摆放完毕 陪同新郎的小伙子 把西装领带里清爽 迎接新娘子的小媳妇 大姑娘和老娘们们 最后查看一遍新房 找不到视作的亲友和看客 自觉闪开一条道 准备好巴掌 欢呼和要洒的花 绍兵义呢 绍兵义 卢瓷少 绍兵义 别跑 跟绍兴池的娘到屋里去 对 坐在太师以上别动 我想去个厕所 厕所也不许上 把红包和礼物揣好了 你儿子和儿媳妇 磕完头就给 五月班子 走起 音乐队一粒中式唐装 唢呐 笛子 二胡 声箫 锣鼓 脑补 演奏的是彩云追月 西洋乐队 穿黑西装 燕尾服 和白衬衫 长号 短号 三音号 萨克斯 小提琴 单黄管 双黄管 演奏的是婚礼进行曲 门德尔松 《仲夏夜之梦》的 第五幕前奏曲 民乐队在船头 西洋乐队 占船尾 呈对垒之士演奏 每个乐队前面 都支着若干个力脉 每个乐队 自背两个大音响 巨大的乐声 呈八字形 向外扩散 看热闹的 先用左耳朵听民乐 右耳朵听西洋乐 有点乱 再用右耳朵听民乐 左耳朵听西洋乐 还是有点乱 后来 不管民乐 西洋乐 也不管哪个耳朵进 哪个耳朵出 乱糟糟的 听见什么 是什么 听见多少 是多少 再后来 音乐也听不进去了 只顾看两边队员 吹胡子 瞪眼的 斗法的表情 看得开心极了 新娘子驾到 两支乐队对阵的中央地带 立马空无一人 都去看新娘子了 在西庄革履的绍兴池 从自家船 跨到迎亲船 去迎接新娘子的一瞬间 换了一件喜庆的红上衣的画家 和摄影家 按下了快门 拍照的时候 夹克姑娘头脑里 闪过一个题目 脚踩两只船 觉得这玩笑有点过分 立刻就否决了 这种时候 还是老实巴交的 奔向新生活 更抛喜 新娘子是岸上人 这让邵家的亲友 既羡慕又担忧 船民与船民结亲 祖辈传下来的规矩 一是船民的生活圈子太窄 能建造的 都是并肩和迎面跑船的人 二则 水上的生活习惯 跟岸上不同 倘若接受不了 真过不到一块去 船民的儿女原定终身 门当户对 知根知底 固然让人放心 但生活 也是一眼就看到头 孩子将来 还是得跑船 所以水上生活 几乎都祖传 跟岸上人家结了亲 多半改变了生活轨迹 上了岸 就很少再下水 但头顶是天 脚下是水 跟抬头天花板 低头水泥地的差异 完全是世界观的不同 顺顺当当过下去的 也不是很多 你又不能不担这一份心 而犹犹疑一简 生活过了一年又一年 不过 邵家的星池 娶了岸上姑娘 亲友们 还是普遍看好的 因为星池 不在水上待了 他要到岸上 开公司 当老板 古老传民队伍里的 不孝子孙 我们祝福他吧 原炮响起来 音乐再大声点 对 有多大声就吹出多大声 步步高 两支乐队同时演奏 一二三走 拍照的姑娘 不得不承认 不管她沿运河 一路拍下来 走过多少条船 还是没法像看热闹的船民那样 船仿佛长在脚上 他们在不同的船只之间 如履平地 他缺少水上围观的基本能力 他必须提心吊胆地 盯住脚底下 才能防止哪一脚踩空了 掉进水里 等随人留安全地 挤到新房门口 新郎新娘已经进屋了 他点着脚 也不能越过别人的头顶 又把相机举起来 还是不行 看不清取景况 机子也拿不稳 他听见 坐在太师椅上的邵秉义 说了一声 请各位借个过 让那姑娘进来 前面的人回头看 见那姑娘拿着相机 因为跟正全程摄像的人是一伙的 给他让出了一条道 他千恩万谢地进了新房 摄像机的支架放在靠墙的中间位置 这样扎了马尾辫的难摄像时 就可以随意转动镜头 把新房里的一举一动 悉数纳入镜头 红衣姑娘是个编外的 不敢造字 就躲在靠墙的一角 站定了不再挪动 他决定就在那个位置 拍出几张别致的照片来 第十届毛顿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十八集 一事即将开始 邵炳一两口子 一身地主和地主婆的装扮 分别坐在左右两张太师椅上 等儿子和儿媳妇磕头端茶 邵炳一的胡子 这回踢干净了 穿一双心上脚的黑皮鞋 多年来隔三差五 接受媒体采访 也算酒精沙场 他的表情 显然比老婆更从容 邵星驰妈的表情 跟他放在病笼的膝盖上 骨节粗大的两只手类似 总是控制不住地轻微抽搐 他僵硬地坐在帽牌的红木太师椅上 头发花白 蕴河上的风吹日晒 让他的脸跟丈夫一样黑 他坐在那里 不像个婆婆 倒像个恐惧婆婆刁难的媳妇 还是旧时代的媳妇 新时代的媳妇早就翻身当家做主了 如此说来 他这个婆婆如履薄冰地坐在那里 倒也贴切 而媳妇可不是好者的 请来的思怡一个光头小伙子 据说是当地电台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声音不错 像低音泡 就是说话有点油 水路连音 处两位新人早生贵子 他俩玩儿要是飞行员呢 那三军就凑齐了 传民的婚礼 不知道是否有其特殊的程序 但在光头思宜的主持下 跟岸上普通人家的婚礼没任何区别 还是那老三篇 整婚人致辞 新人真情告白 交换结婚戒指 亲朋好友茶伯祝福 给父母跪拜献茶 父母送礼物和红包 父母或长辈尊尊教诲 祝愿明天会更好 可以严肃 可以活泼 也可以茶壳打魂无厘头 说多说少 全看现场气氛和当事人心情 风简尤人 按照程序走 红衣姑娘没听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 拍照的激情和想象力大打折扣 在她的理解里 绘画和摄影并非简单地寻找好看的画面 而是要在画面中有所动见 发现意味和故事 这就需要被拍摄者情绪 思想 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深度介入 但这些程序只是不走心的摆拍 到了少炳毅两口子出场的环节 总算有点意思了 少星池和媳妇跟着思怡的口号 跪在大红蒲团上给少炳毅和少炳毅老婆 磕过三个头 小两口举起盖碗茶 敬献父母 一些养育之恩 也是个形式主义 要在别家的父母 失失嘴 给个意思就行了 少炳毅两口子不 满满一大碗茶 一口气全喝下去了 围观群众可能没见过这么实在的公婆 哗一下爆笑开来 少炳毅老婆突然眼泪下来 哆嗦着嘴唇 孩子端的茶 我得喝吧 少炳毅开始也是要个意思 喝了两口 瞟一眼老婆 她还继续喝 就算茶碗遮住半张脸 她还是看出了老婆表情里的悲壮 坏了 这婆娘关键时候 想起早要的大儿子臭臭了 她一定是把这茶当双份喝了 老婆喝完 少炳毅必须步调一致 也跟着喝完了 大家都为少炳池媳妇小宋感到高兴 一碗茶就知道 她摊上了个好婆婆 少炳毅从口袋里套出一块折叠整齐的小手帕 递给老婆 顺便在她手上按了一下 她明白少炳毅的意思 是叫她要节制 于是少炳毅老婆点点头 用小手帕擦掉眼泪 这眼泪要新媳妇亲自擦吧 就是就是 得新媳妇擦 她婆婆可别擦呀 新媳妇擦极力 大家就跟着起哄 少星池媳妇文生真就站起来了 走上前两步给婆婆重擦了一遍 众人鼓掌叫好 红衣姑娘咔嚓咔嚓一串拍 少炳毅老婆倒不自在了 一手握住儿媳妇的手只感谢 一手往兜里找红包 提前就给塞儿媳妇手里了 我说阿姨 您再好的婆婆也不能抢戏呀 离下一个程序还有两公里呢 我这发令枪还没响呢 一样一样早晚都要给的 孩子拿着 谢谢妈 这事弄的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这接下来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主持了 只能委屈大叔唱独角戏了 您怀里有什么宝贝 能不能给咱们亲朋好友开开眼 少炳毅从太师椅上站起来 解开糖庄上面的三个盘扣 针就从怀里摸出来一个红绸子包裹 少炳毅打开红绸 里面还有一层黄绸子 门外的看客齐刷刷点起了脚 这啥呀 包这么多层 你别说我也看不出来 你让让 别挡着我 哎呀 别急 我都看不着了 就是就是 少炳毅又打开黄绸子 一个貌似黄花梨木做的圆形盒子 继续打开木头盒 一个黄铜做的圆盘 少炳毅端着圆盘 倾斜着朝向大家 透过圆盘表面一层被摩擦的含混的玻璃 众人看见黄铜圆盘上刻满奇怪的符号 数字和刻度 圆盘中间有一片垂直于圆盘的翅膀形状的指针 指针的颜色比黄铜浅 发出嫩黄的光 而在翅膀形指针之下 还有一个细长的银白色菱形指针 指针的轴在圆盘的中心 少炳毅展示圆盘时 菱形指针一直晃动 好像在寻找自己要指的方向 啊 罗盘 对 罗盘 我爷爷娶我奶奶时 我爷爷他爹把这个罗盘给了我爷爷 我爹娶我妈时 我爷爷把这罗盘给了我爹 我和少兴池妈成亲那天 我爹喝了两大碗酒 抹着眼泪把它传给了我 今天 少兴池和小宋结婚了 按照祖上的规矩 我把这个罗盘亲手交给兴池 少炳毅把上衣盘扣扣好 捏住衣角打理整齐 再次捧起罗盘 挺胸抬头对儿子说 兴池 来 接着 爸 我们不再跑船了呀 跑船不跑船 咱们少家都是传民 接着 老人家说得实在 亲友团的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叔叔说得好不好啊 好就来点掌声 好 叔叔的好 对 都是传民 都是朋友 围观的多半是传民 还有比这句话更提神的吗 掌声向河水拍打船只 少兴池还是接过罗盘 捧着退回到铺团上 我觉得老先生还想再说两句 我们要不要再给他掌声 对 再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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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少说得好 再说几句 对呀 再说几句吧 说两句就说两句 少兵池回到太师遗伤 有段半分钟的空白 然后拍一下椅背 今天孩子结婚 作为父母 我和老伴很开心 都长大了 小宋的叔叔和舅舅也在场 我和老伴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把小宋送过来 小宋是个好姑娘 我们老两口会像亲闺女一样带她 请转告亲家公 亲家母 请他们放心 我把兴池交给小宋 我和他妈也放心 我们希望他们小两口的日子 越过越好 司仪查了个空 带领大家掀起了一个鼓掌热潮 等掌声停下 少兵池接着说 儿大不由娘 兴池今天成家立业了 咱们家世代跑船 到少兴池这里 上岸了 说真话 我这心里堵了好几个月 不是想不通 是放不下 水饭吃了一百多年 饭碗到我哨饼一手里 砸了 我答应过我爹 要把这个碗端好的 但是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想法 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 这个世界在变 年轻人就应该按年轻人的想法去活 去干 我不知道 少兴池是走对了 还是走错了 但我尊重儿子的决定 就像当年我爹尊重我的想法一样 咱们船民的船头 儿子一结婚就分开过 分家的礼物是一条船 我和兴池麻要结婚了 我爹问我要什么样的船 我说要激动的 让机器推着船跑 我爹想不通 他说 咱们船民的手艺在哪 在撑高 在滑桨 在扯翻 最牛的船老大 都是史番的高手 不管哪个方向来风 都能调节好翻的角度 让船一直跑 翻都不用 你跑什么船 我说 要么给我激动船 要么不要 我爹咬牙切齿地答应了 他觉得 少家跑船的事业会在我手里了 我没有 我把船跑得很好 我把船跑得更好了 所以 我一直在说服自己 我们的老黄礼不一定就对 年轻人的事 让他们自己决定 星驰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我们常年在水上 耽误了他 要不他能读出很好的书 小时候 小时候他孤单 被绳子拴在船上 没有玩具 头发里长满狮子 他自己跟自己玩 把瓜子拖下来 往天上扔 落下来 再扔到天上去 哎呦 讲几句行了 还没完没了呢 邵炳一讲的专心 根本没听见老婆的提醒 老婆想伸手碰他一下 怕动静太大 就清一下嗓子 邵炳一还是没扭头看他 继续讲 两人表情微妙的那一瞬间 洪一姑娘抓牌到了 星驰是有主见的孩子 在家里 我这把老骨头说了算 但我很清楚 我这儿子一只都很有主见 在场的都是多年跑船的老兄弟 都是亲人 这几个月 为了我们家的事都没少操心 趁这个机会 我一定对大家说开了 也算个交代 成家立业都是一辈子的大事 星驰决定了 我支持 上岸对船民也是个生死离别的大事 但舍得也要舍得 舍不得也要舍得 我是个老古董 但我不是老糊涂 想做的尽力去做 就一定能做好 我相信绍兴驰 我和他妈结婚第二天 他到娘家回门 回到家迟了一会儿 太阳落了 照咱们传上规矩 新娘子得带着太阳进门 要不会败财路 说来不怕大家笑话 那天中午 我在丈母娘家都喝了两口 你着了 醒来后 紧赶慢赶 回到家 太阳还是落了 我爹气坏了 两年没跟我俩说话 船也不让我们跟了 怕坏了财运 我们俩就这么分家单干了 我们俩起早贪黑 三两年跑成了微山个体运输的第一大户 我爹脸色才好看了一点 有天晚上叫我喝酒 喝到位了才跟我说 带不带太阳进门 看来都行啊 叫你说几句 你这上天入地的一通扯 这俩孩子还跪着呢 那小宋 兴驰 你们俩先起来 爸 你说吧 这些年 我就没听你说过这么多话 爸 您只管说 我跟兴驰听着呢 我说到哪儿了 都是你 没事瞎打断啥呀 三十多年 你就没让我痛痛快快说过 瞧吧你憋的 我也没见你哪天成了哑巴 无理无外的人都笑起来 烧饼一站起来 挠挠塞帮子 扭头看老婆 还是说出了最后几句话 好吧 再说最后两句 就两句啊 这个婚礼呢 是我坚持在船上搞的 咱们家是船民 上了岸 上了天都是船民 老祖宗都在天上看着 也在水上看着 在这一千多公里长的大运河上看着 那个祖宗传下来的罗盘 传到星池手里了 怎么用 是他的事 过几年 他可能回到河上了 也可能一辈子不再下水 不管下不下水 那罗盘的指针 该指南的时候 还是指南 该指北的时候 照样指北 我就说这些 谢谢各位老兄弟 谢谢各位亲朋好友 谢谢道场的所有人 老卢慈给大家鞠躬了 哨兵一弯下腰 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掌声之前 按相机快门的声音 鲜响起来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十九集 半下午 酒足饭饱 忙的人先撤了 没事的就懒散地坐在酒桌旁 看两支乐队继续较劲 进入点歌模式 想听什么曲子 让哪支乐队演奏 交钱 看热闹的就起邵炳毅 和邵星池姐夫的哄 让他们掏腰包 邵星池的姐夫 也是个船老大 看肚子的规模 应该挣了不少 这是个爽快人 往乐队旁边的船上一坐 架起了二郎腿 对着起哄的人们开口 随便点 银子我出 越热闹越好 来就是干这个的 不用 我这有钱 邵炳毅把一个小伙子 叫到跟前 掏出大小一打钞票 让他代办 小伙子 这钱你拿着 别让乐队停 喜事就得有个喜事的样 给了钱 邵炳毅就下了船 被这手往南走 红衣姑娘跟上去 她只是想跟邵炳毅道个谢 顺便告个别 午饭 她被请到贵宾席上 邵炳毅介绍 她是大画家 大摄影家 说的她脸都红了 赶紧喝下两杯酒 她给新娘子 带了一件礼物 一条布拉诺岛产的 手工雷丝鞭丝巾 年前去威尼斯西湖和运河 慕名去了布拉诺岛 这次装进旅行箱 打算合适的时候 自己带 赶上绍兴池婚礼 正好送新娘子 叔叔 叔叔 我要回去了 下次再来看您啊 随时欢迎 就那条驻驾船 来不来我都在 您这是个好人 你都不问我是谁 嗨 你是来拍照 又不是要债 谢谢叔叔 说的好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给我那几只卢瓷弄口吃的 少冰一突然闺蜜一笑 伸长脖子 人半蹲 右手五指并拢 掌心朝下 放到额头前 左手掌心向上 放到腰后 他的右手和脑袋 同时点动 左手跟屁股一起摇摆 学起了卢瓷 内造型 也的确神似一只卢瓷 红一姑娘眼睛一亮 迅速举起相机 就这样 别动 少常来的后人 邵炳一和邵星驰的故事 在此高于段落 时间来到2014年 在北京通州的 另一个北上后人 谢望河正在运河边漫步着 从家到运河 2124步 从运河到工作室楼下 2536步 哪一次部署不对 那一定是鞋子出了问题 我每天就这么走 五个月 旅试不少 今天步子有点多 从家到运河边 从河边到工作室楼下 每条路都多出了 至少两百步 我走乱了 要是脚印在大太阳底下 能留下来 你就会发现 我这脚印啊 歪歪扭扭 亮亮强强 这还不算 你还会发现 我的脚印有点怪 好像是倒着脚在走 我把左右脚穿反了 这是进了工作室 助理小王告诉我的 谢总 您 左右脚是不是穿反了 哦 原来这样啊 我就说 今天是有什么不对的 哎呀 小王啊 我就喜欢你这小子 这机灵劲 看问题一针见血 谢总 您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您看 现在您喝多了 要不要先把事情 解决了才开会 我是真的特别喜欢 小王的这个机灵劲 可能是喝醉了酒啊 就控制不住 回忆往外冒 我就想起来当初啊 我做主把小王 从电视台带出来 就是因为 他的锋利和准确 除了通州这一段运河 你还见过 哪几段运河啊 谢老师 我生长在大西北 我们那里连条 像样的水沟都找不到 所以我梦见最多的就是水 我没见过别的运河 但我了解我身上的血管 大运河 惊醒中国南北 就像动脉血管 贯穿我的全身 小王 这助理的工作可不好干啊 谢老师 那要看谁来干 有人把助理 干成个打打的 有人把助理 干成了副总 说得好 就你了 跟我走 实践证明 我们俩都是对的 所以在我的工作室 没有副总 我不在 其他人都听王助理的 只要他喝多了 但你有些事 你拼了老命也解决不了啊 不说这些了 招呼大伙 先开会 好的 谢总 我现在去准备 真高了呀 自己灌自己 腿脚不听使唤 步子才乱得这么离谱 鞋子穿大穿小 穿正穿反 都不算个事 会得继续开 项目也得继续做 他们不必知道 大河潭 遇到了多大的麻烦 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小王帮我冲了一杯咖啡 一口气灌下 酒不这样喝 一个人喝酒 我从来都是慢慢的把自己放倒 窗外绿树眼影中的运河 绵延滔滔 每天总有一两个小时 我会站到窗边 就盯着这条大水 无所用心的看 我经常摇响 他一百多年前的圣经 翻墙林立 周急相接 岸上十万人家 商铺云集 引车卖浆等做小买买的 吆喝声响彻 古老的街下 那时候的人 长袍大袖 额观搏带 船夫和水手一身短打也裂了 还有成军的 欠夫 光着上身 油亮的汗珠从古铜铸成的身体上滚落下 有辛苦 也有富足 热气腾腾的水边生活 次第展开 完全是一幅活动的清明上河图 我喜欢火热的生活 那让我有一种在人间的感觉 所有人都陪在你身边 多好啊 我对着运河做了十几个扩胸运动 感觉喝酒前的那个自己 又一寸寸的回来了 好 开会啊 开会就是他们坐着 我站着 实在是工作室没那么大 只能够这么安排了 我也借用这个位置之变 能将下面的八个年轻人 尽收眼底 抱歉啊 中午喝了点酒 实在是因为有好消息 又来了个财神 一笔可观的新投资 到了 哇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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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八种年轻的声音尖叫起来 我对他们心里是有些微的羡慕的 他们轻信 不是因为江湖经验不足 你随便挖个坑 他们就往里跳 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年轻的资本 这资本如此雄厚 足可以无谓的 对任何事情 抱着坚定的希望 他们没有失败 那失败了也不叫失败 现在大和谈 是我们整个工作室最大的政治 除去常规项目 所有人的重心 都该放在这个节目上 大和谈 到了攻坚阶段 攻坚阶段好啊 咱们撸起瘦子加油干 在高速中再弄出个加速度 是啊 白尺跟头更进一步 咱们不怕苦不怕累 看到项目好 我们就高兴 年轻人的理解都是乐观积极的 而在我 攻坚 真的就是攻坚啊 像围攻固若金汤的城池 是身高一米七八的希望 面对两米二六的绝望 财神没来 已有的一笔投资却断掉了 就在上午 电视台的朋友在电话里指挥我 哥们 对不住了 领导不开心 老同志对这个项目没信心 因为没信心 所以没兴趣 当初他老先生可是鼓动我做的呀 当初他还每天送李老师三朵玫瑰花呢 不照样离了 这个领导也是我的领导 辞职之前 我们都在他手下干 李老师是领导的前妻 当年那是台里的一枝花 台前幕后 厅堂厨房 在哪都是一枝花 领导基本上是以不知自尊为何物的决心和意志追他的 我和给我通风报信的这哥们当年一起帮他打下手 那时候我们刚毕业还没学会谈恋爱 一个长期帮他买花 一个专职为他旺分 李老师一出现就得提醒他 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好去整理西装和三七开的大分头 李老师有洁癖 他跟我们说 跟李老师比 天下女人只能是女人 我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意思 不明白的我都觉得挺高深的 越发屁颠屁颠的往花店跑 电视台周围没有一家花店的老板娘我不熟的 原来是你花店的老板娘 三十多岁 体重不下一百五 有一天她羞涩的叫住我 小谢 难得世上还有你这么痴情的小伙子 但凡年轻十岁 我就算豁出去也要把你弄到手 谢谢啊 我被吓得两个多月没敢去他店里卖花啊 李老师就这样被追到手的 二十年后李老师被离婚了 领导看上了台里的一个新人小吴 比李老师年轻二十岁 我辞之前领导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说 跟小吴比 天下的女人只能是女人 也怪我不长记性 一个动辄就把某女人弄到所有女人之上的男人 怎么能随便相信呢 辞了职 我出来单干 我不喜欢台里的作风 一年里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做你不喜欢做的事 一天里有大半天的时间在做你不想做的事 干脆跳出来 老子不受这个鸟罪了 还是老本行做节目 做好了我卖给电视台 或者从台里拿投资和项目 小国寡民的作等于是合作 老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起码做好的东西拿出来 我好意思让他姓谢 大和谈就是我跟台里合作的项目 那天我们三个又聚了一块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就扯到了一落归根上 我说我爸最近倾向比较明显 没事就想回老家上坟 胳膊疼了 他说是不是得给祖宗烧刀纸了 心脏早薄了 他也说是不是得给祖宗送点钱了 雾霾迟迟迟不散 他也认为这是祖宗不高兴了 问题是老爷子跑不动了 要去就得我去啊 更要命的 他老人家年轻时离开故乡 很少回去 我祖父祖母过世的时候 碰巧都在北京 就近全葬这儿了 父亲的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 埋在故乡的哪一块坟地里 他完全记不清 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 小时候跟我祖父去上坟 要坐百渡船 从河北岸到南岸 祖宗就埋在运河边上 运河流经我老家那一段啊 少说几十公里 半个多世纪过去啊 就算老老实实没改道 那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天翻地覆 这世界也早变了 不知道多少茬了 我到哪儿去吵去啊 我领导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老家的运河 哪个运河啊 当然是京行大运河啊 这事你得干啊 大运河正身仪 上头要求台里配套上档节目 你来坐 领导一拍大腿光一声 我真听出了那银钱烙地的声音啊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十集 大运河深移 节目 我来干 虽然被领导这话整得有点懵 脑子里一片空白 但我还是得问他 这节目怎么做呀 我要知道怎么做 还用得着跟你说 要说也是 人家领导说的对啊 领导的工作就是下命令 怎么干的是下属的事 我把右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碾了碾 这个 客观 我不必遮遮掩掩 他们都知道我缺钱 离了 但我跟领导不一样 领导人家是离了离老师 我是被人家给离了 美满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分崩离析的家庭 各有各的离法 我的特点是 被离 孩子归前妻 我每月支付高额的抚养费 至于为什么费用高到法院判决的两倍半 我前妻是这么给说法的 要把你儿子往高端人才的路上送 这点钱你就心疼了 你也可以每月只给五块钱 那我就用五块钱了 他这是在短信里跟我说的 汉字在我前妻的短信里 充分显示了象形文字的尊严 那一个个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发出阴阳怪气的嘲讽之声 很多年里我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这一离了婚就成仇人了 完全不公戴天 这个很多年 包括离婚前的很多年 我和老婆认真探讨了这个问题 那离了婚还能做个知己吗 对吧 生意不成仁一在 知根知底的 我老婆完全认同 但是一离了 立马翻脸 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 不给你机会 因为儿子要念书 我把房子给了前妻 车也给了 家产批出了五分之四 只好从朝阳搬到了通州西上园 这里的房子比朝阳便宜 这还不够 抚养费之外 儿子隔三差五跟我说 这个要钱 那个要钱 总之每个月 我有幸去看他几次 不揣个一两千块钱 基本上是进不了孩子的事 我给我前妻打电话 我说 就是不用了的前夫 你也不能卯着劲往死里整啊 您猜他怎么说 前夫不前夫 关我什么事 我只知道你是孩子他爹 得 我是孩子他爹 我忍了 但忍 不是一个道德 情感和态度问题 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我必须赚钱 上头的任务 那还能亏待了你啊 成交 其实我对大运河啊 没什么研究 大运河通舟段当然了解一些 那也是因为误打误撞 我搬到这儿了 没事呢 晚上会到河边散步 从新华东路走到东关大桥 下桥 北运河边修了宽阔的木头栈道 适合饭后消食 当初房产中介啊 一个劲的忽悠我 智者乐水 何警方啊 谢先生 在楼上就能看见运河 王北就是著名的燃灯塔 标志性建筑呢 北周时期建造 当年曹船跑了几个月 看见这塔才会心生安稳 金航运河终点已到 此行圆满了 等真住进来 哪看得见什么运河啊 河边的树 都被前边两栋楼给挡上了 房产中介说 不是说了吗 在楼上能看见运河 你得爬到楼上啊 我后来一琢磨 他说的是他妈的楼底上 接了这个活了 我就突然觉得 看不见运河 他也是河警方 我会时刻想到 2124步之外 就是让我听到 钱响的大河 值了 工作室当初纯粹为省钱 租在马路边上 一栋楼的最顶层 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我对大运河的确不熟 除了这些年 从我爸 我爷爷奶奶那儿 听到的故乡运河 我知道的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多 现在可不一样了 折腾来折腾去 我差不多也成了半个运河专家了 开始呢 我只想从这个项目里啊 套点钱 力向前装目作样 召集了若干个专家会议 向老先生们360度无丝角的请教 如何挖掘和展示大运河的历史 以及在今天我们如何谈大运河 听过他们的建议 工作室在根据节目收视特点 和我们自身的情况 制定可行性方案 我们是小作法 就几条枪 必须出动集团军 才能取胜的战役 我们打不了 我们只能打游击 所以形式一定要漂亮 这四两啊 必须能拨得动千金 推敲来推敲去 定下来以讲述故事为主 建议视频图片资料展示 栏目取名就叫大河谈 大河就是金行大运河 谈呢 深谈也 辞职之前 我在台里主持过两档聊天节目 嗓子貌似还专业 人虽说是发了点福 但还没到看不下去的程度 在年轻人的鼓励下呢 就买了几身便宜的糖装 站到了租来的摄影棚里 站进去不麻烦 张嘴说也不麻烦 麻烦的是 前期要搜集足够的故事和资料 这节目的计划做十几十个故事 把金行大运河的历史 当下和未来 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 都囊括起来 我和八个年轻人分头去打探 找线索 寻故事 查资料 做咨询 然后我们所有人 包括有关专家 坐到一块论证 整合 脚本 采访和现场拍摄 同时进行 说是游击站 真做进去 那就是旷日持久的阵地站 那进站的不错 但我清楚 我只是出了六七分力气 对我来说 它就是个项目 立了项 拿到了前期投资 水到渠成的坐下去 那就成了 但是行程过半的时候 我突然对这个项目有了感情了 不由人 这个呀 也怪我爸整天在我耳边唠叨 说他那十九岁就离开的故乡 运河穿城而过 他老人家老是梦见小时候的运河 水那个青娘 两岸人家都在河水里淘米洗菜 撑竹牌的人也勇猛 大雨时涨水 他们舞动船高 跟漩涡搏斗 我还梦见上学路上 那个每天清早 都在水门桥上练习 周新芳唱枪的白衣女人 这些年 他一点都没变老 据说人对死亡是有预感的 临近生命尽头啊 总会做童年的梦 问题是父亲他一顿 能吃三十来个饺子 赶上我这一天的饭量 而且心不老啊 一不留神 就从母亲眼皮子底下溜出去 到小区广场上 找那中年妇女跳舞 她是如此的热爱生活 距离游进灯窟的那一天 不比北京到故乡进 我母亲认为啊 这事怨我 因为我整天把运河挂在嘴上 老头子才动了烦心呢 父亲在研究所待了几十年 练出了强悍的职业病 凡事一上心 她就当科研来口 跟广场上的中年妇女跳舞是 聊大运河也是 当然根据我妈的情报 我爸在中年妇女那里的市场 可没他自己说的那么好 如果有人一天到晚跟你捣鼓 谁不好 那人就算是天下第一大善人 听久了 你也会觉得他十恶不赦 就像前妻整天给我儿子洗脑 他老子如何如何不堪 我儿子真就信了 每次见我 都把上半身撤得远远的 用看刑满释放饭的眼光看我 如果有人成天在你耳边 唠叨一件事 这个事哪怕再乏味 长此以往 你也会莫名其妙的 生出感情来 父亲张嘴闭嘴大运河 慢慢的还真就把我 说成大运河的孙子了 他呢 自认是大运河的儿子 反正大运河成了 我们爷儿俩的祖宗了 不过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的确 越来越了解大运河了 干这个的嘛 或者说 因为了解越来越多 我开始有点理解了 我不从道理上去理解 而是从故事 细节 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 日常生活去理解的 我们采访过一位运河专家 那位老先生啊 不说大道理 就讲他79年来 如何与运河纠缠在一起 文字 图片 声音 视频 他自己的 亲人朋友的 全媒体展示 那45分钟 就像他与运河 共同的自传 片尾是老先生 缓慢独行 在运河边的视频 拍摄的时候 阴天 快收工的时候 突然 云开日出 西半天 霞光万丈 他漫长的 吸收影子 平地生长 瞬间就横贯了 半个运河 拍摄时 我在现场 为自然的伪力 和隐喻 大大的感叹了一番 而真正进入摄影棚 录制这一期的大河滩 一个多小时 逻辑 严丝合缝的讲述之后 最后老人的影子 突然扑到水面上 我这个 以出戏的 控制力 建长的老革命 眼泪哗就下来了 我不能自意地 煽起青来 我从来没有 如此奢侈的用词 就好像我怀里 抱了一部正能量词典一样 我当时说 这个镜头 让我想起了敬业 忠贞 和相依为命 让我想起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让我想起了命运 光芒 和不费江河 万古流 我把送盒饭的巨物 都给删枯了 这样的故事 我们搜集了很多 跑船呢 打鱼的 在运河边 开了几十年店铺的 修了几十年船只的 沿运河边 常年坚持长跑的 专门管理运河的公务员 还有警务人员 专做运河核仙的 红岸大师傅 运河沿岸考古发掘的 拉过欠的 摆过肚的 揽过河泥的 但凡有点瓜葛 能找着的 我们工作室的小朋友们 都联系了 能成为主角当然好 成不了主角 就作为补充素材背着 没准哪一期 哪句话就用上 开头三期相关资料 我看的不多 第四期开始 我就真看见去了 开始回头重新找吧 还真有很多故事 和细节能救火 关键时候 就成了消防队员 我开始上心了 这个行当啊 需要上心 但是这个行当呢 又害怕上心 上心意味着 可能做出好片子 更意味着 必须加大投入 慢工出细活 我决定把大和谈 弄成个精品 前期的投资 早就用光了 我把手头 能挪用的钱 全塞进去了 正满脑门子激情的 等着接下来的资金 电视台哥们 一瓢冷水浇下来 后续的投资要黄 就上午 这手机一响 我就知道没好事 刚挂上我前期电话 儿子想报一个英语 夏令营 相关费用 外加在英国的 吃喝拉撒 又是四脉 我问他 需要这么多吗 不相信啊 就让你儿子 拿发票回来报账啊 我会告诉他 尽收费公册 也别忘了要收据 离婚对一个人 改变竟然如此之大呀 我前期原来 写个年度工作总结 都对我碰码 现在 成了语言大师了 那每个字都用得 凉嗖嗖的 幸亏是他离我 要是我离的他呀 还不得成就个大作家呀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